淡水鱼有草鱼、鲤鱼、鲤鱼、鲤鱼等等 淡水鱼是指一生都在淡水中度过的鱼类 淡水鱼包括三十多个木 大约八千四百种 淡水鱼在我国分布的比较广 有些种类几乎随处可见 比如金鱼、斗鱼、孔雀鱼、斑马鱼、虎皮鱼等 就是常见的观赏淡水鱼 有很多养鱼爱好者会将这些鱼养在家中观赏 淡水鱼有哪些淡水鱼有草鱼 锦鲤、鲤鱼、鲤鱼等品种 淡水鱼从广义上来说是指 生活在严度千分之三的淡水里的一类鱼 狭义上来说主要是指在淡水中生存的鱼 淡水鱼属于脊椎动物 种类众多 在我国随处可见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特点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几种典型的淡水鱼 草鱼是草食性的一类鱼 体色呈淡黄色 腹部为黑白色 体色的鳞片外围为黑色 锦鲤是一种观赏鱼 家庭养鱼多以锦鲤为主 锦鲤的花色比较多 观赏价值高 鲤鱼洗群居 多分布在江海湖泊中 鲤鱼体表无鳞 身上多粘液 现在很多是人工养殖的鲤鱼 喜欢生活在20至25度的水中 鲤鱼的体型侧扁 头比较大 鱼其成灰白色 性情比较急躁 喜欢跳跃 耐活好养的淡水鱼 有哪些金鱼 十分常见的淡水鱼 比较皮实 好养 体色很是多样 是观赏性比较强的家养鱼 泰国斗鱼 生性活泼 生命力比较强 是新手养鱼者的入门鱼 孔雀鱼体色鲜艳 食物比较好挑选 很容易喂养 斑马鱼油性比较强 体态很是美丽 对水温水质的要求并不高 比较好养 虎皮鱼体质强 亦饲养 对水温水质强